到底立法院面对这样子的乱象要怎么处理 除了自律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让大家觉得更放心的方法 今天也有立委提议说 既然是妨碍公务就应该要司法介入 立法院的院长王金平应该要出来处理 法院的部分也应该要主动的移送 民进党27位立法委员 妨碍公务 而且总召柯建民叫守谋聚众妨碍公务 锁了国家锁了立法院 也锁死了民进党自己 也锁死了民进党东山再起的希望 关起门来还在里面抽烟胡闹玩家家酒 立法院只有言论免责权 没有暴力免责权 所以这是最坏的示范 昨天一直没有办法把那扇门打开 也是一个奇观 也不是铜墙铁壁 怎么可能会打不开呢 所以也是非不能也 乃不为也 有立委也是强烈建议 王金平要用妨碍公务去 移送民进党的27个立委 王金平的态度如何 这不违法的话 那怎么对全国人民交代的国局 当然就是违法 这起码就防御公务 这是严重危害到立法院正常意识的运作 而且也是在国会里面 好像创下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例子 照王金平的这个说法 是不是打算要移送这个妨碍公务 他说那当然违法 而且如果这个不算违法的话 对全国的民众怎么说得过去 王金平如果认为他是违法的话 就应该移送 我讲的是 如果移送台北立委员署的话 检察官不会被取诉 我是判定是不会取诉 是不会取诉 因为跟构权案件 如果严格来探究的话 是有问题的 但是王金平 你既然你是立法院长 你认为他什么 还会公务 当然要移送嘛 他说当然违法 当然违法 你当然要移送啊 检察官起不起诉 检察官的事啊 你怎么知道 明知道他违法 明明认为他违法 而不移送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包庇哦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他刚才这个说法 就代表说他应该要移送 对啊 本来是 你如果你是这样认定 你就要移送 否则的话 你就不能去讲 你要讲说 我们国会资历那一套 以后要怎么改进 来奠定一套办法 你要这样讲 你现在讲的是认为他 起码妄碍公务 你就要移送 胡大哥你觉得 王金平该不该移送 以我对王院长个性了解 他说完以后不会移送的 他只会说 不会做 表态 这种表态 他人就是这样子 他百分百分之一 他都没得罪人的 所以不会移送 我确定了 我还是谈一下卖台 刚才有观众打电话进来 马英九卖台 他说我民调说六成的人 说他是卖国贼 那我没有听过 这个民调 你卖台 我对马英九的批判 是非常严厉的 我在很多争论场 在你节目我一样 很多 其实我很多重话都讲过 但当然我会检验 他有没有卖台 至少 我们要负责 没有啊 有没有跟那个 胡锦涛签契纪约呢 对不对 你总要去 像波兰卖给 俄国就要签约啊 那个约要 什么西法里亚条约 总是要有 没有嘛 对不对 有没有现金 就这个最现实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要情绪语言嘛 我觉得没什么道理 对马英九的批判 你从公共政策 他的人格特质 领导人你可以批判 但是 你我们这种说卖台 我觉得这种话 我讲不出口了 就你要有证据嘛 卖国卖台要有证据 那我是赞成像很多 如果变卖台就变神学玄学辩论 我把它丢到天花板去 不要谈了 但是我赞成像陆森来台 像学历认证 包括集邮华 我是很赞成公共辩论 你国会本来有空间嘛 国会可以 你主动找很多公厅会来做嘛 其实国民党也可以主动做 大家来谈嘛 那么多摄影团体 你国会本来一个平台 结果你大家变成 无常的 比穷座的 我觉得 人民会自己打分数 表示呢 我们对民进党的惩罚不够嘛 公元2000年 国民党的确黑金政治啊 我记得我那时社会来写说 标题叫做国民党一根长子弄到底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黑金政治一根长子弄到底 最重的惩罚是让国民党下台嘛 应该的嘛 好你国民党现在上来了 坦白说国民党回来是侥幸之意 你民党在执政没有什么成果 所以人民会现在看哦 一年以来 民进党的表现 我这样断定了 对民进党惩罚不够 再重诚 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先不要讲两年后大选了 包括县市长选举 现在的民进党立宴党团的作法 是在拖累县市群举啊 我觉得民进党 党中央 或者你文宣部门 你都要好好思考 这样下去 负面的作法 让人民观瞻负面的作法 至少我们掌握 至少我们知道 好吧 蓝绿 算你各个百分之二十五基本盘嘛 这五十在想什么 我们知道很清楚嘛 这五十在看你 你怎么这样表现呢 立宴党团这样表现呢 所以我希望民进党还是回到理性 能不要在情绪说 生气时候做判断 然后自己唯一是对 这样对下去 事实上是一直往历史山洞里面钻而已 主持人 这个有没有符合妨碍公务的构成要件 当时检察官来认定啊 那基本上地研署他们有一个招数 叫做简报分案 简报 看到新闻报道就可以分案 所以地研署今天报纸都没有这条新闻 是这样子吗 是检察官啊 而且立法院院长王金平都说是违法行为了 这是这两个方向 一个是院 大院这边 韩送给北检 一个是北检自己过来查 那问题北检就没法到 因为北检 不管检察长也好 部长也好 看到立委腿就软了 我讲那些市长 看立委 哈腰什么市长 去立委帮事道歉 去拿说明什么的 看立委 怎么样会检报分案 就看到你看到我这种老百姓 在检报给你分案 无聊到这种地步 我们台湾不进步 就是一连串相怨的组合 哎呀算了啦 无所谓啦什么的 但现在是没政府而已 现在是没法努力而已 你说一句我听说 现在没法努力就对了 可以搜索就对了 我说明的 刚才沈医师说三四五个 立委怎么 我会搞得另外一个 只要三四个立委 都像黄志雄跟奥运 银牌一款的 比较稠用的 然后呢你只要一开会 我就锁门 不准移送哦 不准起诉哦 还不能移送纪律委员会 我就锁门啊 你立法院整年都不要开会了 今天王金平不移送 我们就要求马英九 把院长换掉 不分区把它换掉 开除党籍把它换掉 王金平你不动作就换掉滚蛋了 引咎辞职 你看嘛 连赞 宋楚瑜 吳伯雄江炳坤 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是谁 像你干嘛 他捅到我后面 就是王金平你捅到我后面 我跟大家讲 立委没什么了不起 我不是针对沈医师 立委是拽什么 立委不干了也是去识荒 立委什么了不起的 立委什么了不起 你不是再度的强调王雪峰 不是识话 我没有讲王雪峰 我说立委是拽什么 立委是拽大的 你下来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你现在当立委了不起 抽冤怎么样 抽冤怎么样 高志峰你是了不起 高志峰你是多厉害 你不过是个律师而已 现在你干立委 你在拽什么 律师我们认识一大堆 律师有什么了不起的 莫名其妙 柯建民在拽什么 两个都是被告 两个都是被告 两个都是被告在拽什么 南投地方法院 特政组 你都不要去办柯建民 都不要去办高志峰 让他们继续在唱唱 大家在看看 你们两个是怎么 要么就判他无罪 要么就还他清白 要么就判他有罪 我真的搞不懂这些 司法官在干什么 从检察官到法官 只要看到立委 不分男律 立刻腿软脚软 我们当然英文不进步 冬豪这个该不该移送 关键不在移不移送 当然有些事情像慧文讲的 没错 应该要是非分明 不过政治有个很讨厌的地方 政治如果是可以 黑白分明的时候 其实就很好处理 政治往往不是这样子 政治是可能的艺术 所以我个人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关键 其实是民进党本身 民进党已经实际上二十七席人 你未来是要更小还是要更大 如果民进党永远 是被一群不用参加区域立委 选举的人在领导 也就是一些不分区的人 拿着意识形态做理由 而不是努力的去做一些政策辩论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思考 反正我们就看这个闹剧 它会越来越小 但是至于是不是司法要不要介入 我是比较保留 我是觉得说基本上民主政治里面 我还是觉得立法权跟其他部分 彼此先互相尊重一下 大家要有点耐心用时间去改变这个状况 用选票去改变这个状况 我觉得委员如果剩下到三个到五个 是不是就不会去锁门 是不是体格要跟王志雄一样 我觉得那个体格好坏 有没有力气不是关键 我觉得剩下的委员他的格调 他的修为他自己自我的约束 他觉得什么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这搜一个门 我们不知道体格好够骗 对不对 但是刚刚王院长讲的 他用的语气很重 他讲的什么 违法 讲的恶劣 讲的严重妨碍 但是我比较遗憾的 他说的说不算 他这个典型的王金平 就重重举起 轻轻放下 他要不要再说 但是这个是属于国会治理的范围 所以国人看在眼里 大家心里明白怎么怎么怎么 或者是说这个虽然在国会里头 还是犯了刑法 我明天决定移送 给个交代 给个交代 但是我觉得王金平 为什么这样轻轻放下 因为他身为院长 他就说 隔禾万修兴 大家没事最好 他怕后遗症 但是我觉得真的 你这样处理 就会没有后遗症吗 这没完没了 那如果你真的把他移送的话 后遗症就会多一点吗 也不见得 民进党当时27年 他这是要帮人站 他看说近平 高约人好人 现在怎么判下 下一次他就会收敛一点 他知道院长 不会拿他们怎么样吧 所以他真的越来越九头九名 这个叫九头九名 妨碍公务他不是告诉乃论 他是公诉罪 公诉罪 对 台北地检署 要主动侦办 假如认为他妨碍公务的话 当然主动侦办 不见得报警要登 电视看到了嘛 假如说他就应该主动侦办 那他说 现在没有主动侦办 原因就是他认为 这个还没有过程妨碍公务 认为你这个属于国会自治事项 所以他现在不期介入 那至于王近平 你自己主动移送 或是有人告发的话 他就不得不办了嘛 他就要办嘛 所以这个可以告发 当然可以告发 任何人只有犯罪行李都可以告发 我有很多人认为 他这个构成法案公务 当然在台北地检署给他告发 他就成案了嘛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要让人家成为被告 是很简单的 只要去告他 他就是被告了 没什么了不起 问题是 侦办的结果要不要起诉 问题在这里嘛 那当然 这个当然是国会自治事项 你国会当然要有办法处理 因为在国外 行政立法司法 他每一权各自互相都要尊重的 第一个要尊重 第二大家互相平衡的 第三个 你每一权像国外的国会议员 还是国会 是大家非常尊重的 一个国会议员 比如说一个参议员 那还得了 总统跟参议员讲话 也都要非常客气 那像我们这些 立法委员就像 刚刚辉文讲的 你是在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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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你就去释放 我们这个立委真的是 搞到这个样子 当然 你要也要检讨自己嘛 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不田地 他的地位只有比算命的高一点点而已 先进广告